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養豬上面的豬舍 也能夠生產太陽能 一方面大家都怕養豬是很錯 排出來水很髒 如果我們在這裡 養豬是上面有太陽能 那麼又有早性發電 那足以供應他自己的養豬用電以外還可以賣 那你看看我們的養豬就非常有競爭力 所以我們現在下一段就來推這個階段 所以我們研究了 這就是我們的早性發電 我們到苗栗去參觀一個早性發電 這個早性發電 這個早性發電是一個龍褲 他自己 他自己 這個土法鏈鋼 自己發展出來的發電器 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他有一個缺點就是說沒有脫瘤 沒有把那個瘤脫掉 那麼後來有台大動科手的蘇教授幫他脫瘤 所以現在應轉得非常好 那麼蘇教授後來又從這裡得到經驗 他協助苗栗另外一場 他完全幫他設計 你看這個早性潑流完整 所以他是前頭第一家 他的早性發電得到探權 已經在探權的平台上已經登記了 那麼現在我們請蘇教授就到我們屏東來 準備在高速公路單車國道旁邊 一個三萬坨株的地方 然後現在正在蓋太陽美金做好了 那麼早性發電的部分他正在做 這個做完之後可能是前一國最大的早性發電 那我們目的何在 目的就是說我們再生能源不是再生能源 為再生能源 而是再生能源要跟我們的傳統的熔業一結合 那這個是屏東的優勢 因為我們的每天的太陽光電的這個 發電的效率是前後最好的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既有的傳統產業 要繼續維持有的我競爭的太陽光電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 Secret